1959年 迷你Austin在英國誕生 一直到2000年停產 總共有500多萬輛的迷你小車 誕生在這個世界上 迷你成就了一項經典傳奇 更創造了屬於迷你的特殊文化 3 2 1 放 後來居上 後來居上 好緊張 一直到最後一格 它快要靠近那個線的時候 我才衝出去 但是因為我們過了一個 就是一段長時間的衝刺之後 我的車輪胎跑得比較順 所以它就往前跑了 因為你的阻力比較小 所以它在尾段是會加速的 跟BMW一樣尾段會加速 我的車子其實真的是專業的車對不對 那這樣我就第一名了嗎 戰勝一個 沒有沒有 我們還有一個大魔王要準備 還有一個大魔王 要跟你挑戰 MINI搖壁車大賽 表現了MINI車主追求個性的一面 在比賽當中 不只是比賽車的速度 整體塗裝配件更是競爭重點 而接下來要登場的大魔王 更是曾經拿下國際賽事 第三名的強者 好可怕耶 大魔王 你要挑戰我嗎 沒錯 不是這麼簡單的 多少要避開車手 放在我手下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據說你這個車子 得過不少的冠軍是不是 是的 你看你的車手 這氣勢就比我的車手強多了 真的是 為什麼你的車這麼厲害 因為我花了很多的心思 在這個車子上面 真的 而且這也是今天參賽車子當中 唯一裝有避震器的車 是的 那你覺得你的贏率有多大 百分之百 那這個 不過我覺得比賽嘛 就是要勇於挑戰 要有冒險的精神 雖然說我面對的是強大的敵人 強大的對手 很多屆的冠軍 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毛 今天會發現他的神威 會讓我贏得一個冠軍的頭銜 沒錯 誰輸誰贏 比了才知道 大魔王 我來啦 輸 輸 慘了 我輸 慘了 我的車手 搓到了 他到最後一格就停住了 所以我這樣算是亞軍嗎 是的 好 雖然說明哥已經幫我調了一部 非常非常專業的車 但是我在遇到難關的時候 我還是緊張了 但是 其實我知道最後才輸的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是第一次 也算是一種全新的勝利啦 對不對 是的 我想啊 我今天拿到這個最佳勇氣獎 把這個獎盃擺在家裡 不但可以一直提醒我 下次一定要來再來比賽 然後拿到真正的冠軍回去 我覺得擺在家裡啊 這也是滿好看的對不對 對 你今年多多練習 明年再來比賽 好 一定可以打敗他的 這一年的過程中 我的車就 靠 明哥你幫我調教囉 OK 沒問題 OK 沒問題對不對 Oh yeah 大家 我拿到這個亞軍還有這間勇氣獎 大家覺得OK嗎 OK OK的啦 Yeah 好 那我們 我們進去吃 吃我的大餐吧 裡面還有大餐是不是 那我就來對了嘛 走走走 跟著明哥去就對了 Mini文化帶給大家許多快樂 但是Mini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是Mini所代表的夢想 而這一切就要從Mini誕生的那一年 開始說起囉 明哥 Go 大家都會這樣子定期在你這邊聚會嗎 會 那一開始大家是怎麼聚起來的 一切還是以車為主啦 那大家是怎麼聚起來的 要各自有家庭 找時間多多聚會這樣子 然後包個水餃吃個東西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對 我們中國人團圓的時候 都喜歡吃水餃 我們Mini團圓的時候也吃水餃 就是Mini大家族對不對 一家團聚感覺真棒 而且我相信大家因為 有相同的喜好聚在一起 那個感覺一定特別的棒 而且那個話題是不是都離不開Mini 對 所有的話題還是繞著Mini在轉 到底Mini有什麼東西 這麼多可以聊啊 很多啊 每個人玩Mini都有他自己一個故事 對 那我們會去 會去討論 會去研究每個人的故事 會去分享彼此的故事是不是 汪大哥 你跟我們講講看你的故事嗎 在21年前 因緣機會我幫我朋友照顧他的Mini 然後幫他開了一個月以後 這就是我 因為我是屬於那個年代 生產年代的人 所以對他本身就有好感 自從開了他以後 雖然他不是很舒適 坐起來招音很大 可是我就是喜歡這個感覺 然後等了有孩子之後 我沒有辦法用Mini來載全家的時候 當我有孩子不需要我再幫忙載的時候 我會找一台Mini來圓我21年前的夢想 所以就是21年之後 買到的Mini就是你的夢想車嗎 還是幾番波折 是經過幾番波折 你第一眼看到你的夢想車出現的時候 你那個感覺是什麼 既興奮又期待 然後我剛弄好的時候 就是每天會幫他擦一下 然後開回家以後 把原來的車位大車 把它挪到外面 空出來的位置 就專門來換我這台小車 停在車庫裡面 把大車停在外面 Mini的寶座寶庫對不對 我在想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那個21年的記憶 其實光是人就記不太清楚了 然後你還要解釋給明哥聽 還要溝通 然後經過長期的時間 真的是可以把那個 你愛的那部車的感覺做出來 那種心情是不是真的是很難得 好像就是 對不起喔 是不是有點那種 失而復得的感覺 不是失而復得 而是夢想成真的感覺 你失而復得更好對不對 真的是夢想成真耶 所以我覺得就是經典車 它經典的不只是它的外型 它的經典在於 它可以承載很多人的記憶 很多人的夢想 甚至是很多人的情感 所以才會有這樣一大群的 迷你愛好者 常常定期不定期的聚集在一起 分享一些心情 一起做一些事情 讓這個夢想 讓那個喜愛更發揚光大 可以感染到更多的人對不對 對 那這個水餃是可以吃了嗎 可以 當你走在街頭 請仔細感受 迷你獨特的魅力 不論是行動咖啡車 搭配美食的主題餐廳 或者是邀請大家 一同同樂的迷你Day 都是讓你體驗 迷你文化的好時機 而來到了廈門 別忘了影視城裡的 輕功風華 以及老爺車博物館的 驚人收藏 更要到老別墅去感染一下 那曾經存在的回憶和溫暖 好 在牡獄的中文化 我倒不精 聲音 有惋賞 跟大家 可以 在牡獄 從訊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